喂 比利啊 有没有想过搬回国来 现在可多老外都来淘金了 在美国要多长时间 才能挣上一百万美金啊 很长时间 真的假的 在中国都是分分钟的事 可不呗 生活不只是钱 钱买不了很多东西 这有钱也不碍事 有钱也可以享受 用钱买不到的东西 对吧 那如果在国内这么好赚钱 干嘛还琢磨把宝送到美国都说啊 这样机会多嘛 啥机会啊 说不定她去了美国 就跟我们家比利一样 对钱不感兴趣了 她只在用自己想做的事 你们也不用太担心 等比利成了有名的作家 那就挣大钱了 现在就等于在为她的天赋投资嘛 是 养孩子就跟玩股票似的 什么意思 你说你是个股票企业 你会给我们很多钱 但是我没想到你 对吧 你会失败的股票 你们知道吗 我刚去北国的时候吧 我们的朋友 亨瑞带我们去教堂 等到我们做完了礼拜的时候 他就跟着人群一起往外走 比利呢 忽然就停在了一架钢琴前 把手伸过去想谈 海恩赶紧阻止他 这个时候呢 牧师过来了 海恩赶快给他解释说 比利以前在国内学钢琴 我们搬来以后经济困难 所以就不弹了 牧师二话都没说就走了 一会他回来的时候 手里拿了把钥匙 就跟我们说 这把钥匙可以打开教堂所有的门 你们孩子 什么时候想弹琴的时候 就可以进来 教堂所有的钢琴都可以弹 真的吗 他们真把钥匙给你了 这就是美国 妈妈 那圣经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很多问题 武器 健康 如果中国人是好 为什么你移动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好处 再说 咱也不是一无是处 当然了 北京考鸭就特别有贡献 对吧 行了 行了 再怎么着 也不能说中国不好 别忘了 你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现在应该算是美国人吧 我们拿的是美国呼召吗 我永远是中国人 不管住在哪儿 拿哪国的呼召 是啊 就算国外的月亮比中国圆 咱也得多为妈想想是吧 父母在 不远行吗 好了好了 今天去啊 咱们说点高兴的事 余萍 那你还琢磨着 把宝送去美国读书吗 他会回来的 他又不会留在那儿 这个你可没法保证 但就是他真的留在那儿 你还要把它送出去对吗